游戏揭秘2 双杰龙的各种版本 除了经典的双杰龙2FC版之外 双杰龙之后还出过不少系列 但真正经典的只有以下几个 1990年 FC版的双杰龙三发售 该作无论从操作手感 新增加的主角 招数 还是武器 第一名上来说 都很好地延续了二代的经典和辉煌 但是难度也是FC版中最大的 1992年 在SFC上发出的日版双杰龙回归 虽然是赶工的作品 但是却很优秀 除了在画面和音效上大幅度增强外 招式多样 动作 场景 敌人都十分丰富 同屏敌人数也终于突破了两人的限制 并增加了武器的种类 使游戏的乐趣大幅提高 是一款爽快感十足的优秀作品 1995年在阶级上发售的双杰龙格斗版 是一部跟风格斗游戏的作品 虽然游戏的平衡性不太好 但是操作性和打击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总体来说也是一部优秀作品 不过严格来说 格斗版的双杰龙 2004年发售的GBA版双杰龙 是一款集结了前作所有优点 并进行大幅优化的作品 由于硬件的升级 无论是从同屏敌人数量 动作的多样性 打击感和流畅度上来说 都超过了之前的作品 也是整个系列中比较经典的一部 点击左下方下载误判游戏品 一起来体验这款经典游戏吧 2017年 作为30周年纪念作品的双杰龙4 登陆PS4、NS和PC平台 本作是由双杰龙创始人 暗门良久 带领着原版团队制作的 使用了FC版的人物形象和画面 是一款回忆满满的情怀象作品 该作优化了操作性 并增加了一些新人物和动作 丰富了模式及关卡流程 但游戏节奏缓慢 作为一款全新的作品来说 缺乏创新度 玩家给出的评分普遍在6分左右 只能算是一款合格的怀旧作品 最后推荐一款同人游戏 双杰龙归来 虽然不是官方作品 但综合总体素质来说 这款游戏是一款很用心的高琴质作品 推荐大家尝试一下